大家好,在前几集我跟大家分享过甜甜酸酸的镇江酥炸牌骨 其实要做甜酸汁就不一定要用醋 在今集我就会做一味同样好野味 吃下淡淡肉的野味酱爆鸡腿 跟大家分享下 而今次的汁的配搭是会比较特别 味道可以说有另一番风味 在冬肉店买到的鸡腿是有分毛骨和有骨的 因为今次我就想吃到有淡淡肉 所以我就买这些毛骨鸡腿 如果你想方便一点 这些鸡腿可以切开几件来煮 但因为煮完的鸡腿就会缩碎 为了不影响做出来的卖相 所以我就会整块一起煮 接着下来的指定动作 当然都是要用盐水 将鸡腿浸回最少半个小时 当然浸的时间就要视乎鸡腿的情况 再自己调整 在等的时候就可以调了今次的野味酱先 因为今次的野味酱会比较浓 用过多的蒜蓉味道就会很强 所以切一汤匙进去就刚好 接着就可以在碗里放一汤匙的咖喱粉进去 如果你不想这个酱做得太辣的话 就可以买些没那么辣的咖喱粉 然后再加多两汤匙的芫茜粉给它 跟用新鲜的芫茜不同 新鲜芫茜的味道是会很强 而芫茜粉的味道相对上就会比较温和 炒香它之后就会有少少的花香味 所以就特别适合用来做酱汁 跟着把粉拌均匀之后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给用 而汁最重要的香料就一定是这些咖喱叶 咖喱叶的味道是会带少少甘香味 用了它来做酱汁味道就会很独特 当然如果你买到新鲜的咖喱叶就更加好 跟着就可以在另一个碗里面 给回4汤匙的叉烧酱 其实叉烧酱就不一定是用来做叉烧的 用它来做鸡的菜式其实味道都相当之夹 然后就可以多加2汤匙的酸梅酱进去 来到这里大家都应该猜到 这个汁除了有齐甜味酸味和辣味之外 还会多了一份甘香味 拌均匀之后又是把它放在一边 30分钟之后 这些鸡腿都已经溶掉了 跟着将它徹底洗干净之后 就可以先把它瓶一瓶水 然后我们就可以搞了叶料 首先我们就可以放1汤匙的生抽 再放6份1茶匙的老抽进去 最后就可以放半茶匙的胡椒粉进去 刚才也说过 这次的汁是比较浓味的 所以鸡腿只需要放少少底味就OK 把醃料拌均匀之后 又是把它放在一边 先 跟之前一样 腌鸡腿之前都一定要把它徹底抹到干 腌食才会容易入味 跟着我们就可以在鸡腿厚肉的位置割几刀 除了可以让它容易入味之外 一会煎鸡腿的时候 厚肉的部分就会容易熟很多 搞定之后 我们就把刚才调好的叶料 平均地塗满整只鸡腿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鸡腿上面的肥膏 我是不会把它清掉 因为一会我们就靠这些肥膏去煎鸡油出来 煎完的鸡腿就会香很多 塗满了叶料之后 就可以把这只鸡腿腌最少1小时 在腌鸡腿的时候 就可以加上野味醬 当油烧到微热之后 我们就可以转小火 将蒜蓉落锅爆香 当闻到蒜蓉的香味之后 就可以将咖喱粉和芫茜粉都落锅炒一炒 因为这两只粉是比较抢火的 所以在炒的时候都是要继续用小火 略略炒到闻到咖喱味之后 就可以放一些咖喱叶进去 再和香料一起炒到出香味为止 炒香了的咖喱叶会有阻似八角的味道 当你闻到这些味道时 就可以将调好的叉烧酸梅酱 都倒进去略略炒一炒 因为叉烧酱的糖分会比较高 所以除了一定要用小火炒之外 炒的时间也不能过场 略略将那汁铲香之后 就可以加大约150毫升的清水进去 然后就可以转大火将汁煮5至8分钟 因为叉烧汁在煮完之后 它会自然变回稍微稍微稍微 所以当汁煮了8分钟之后 当你看到汁开始收的时候 但就不需要收得太稠 就可以将它倒出来备用 这个那么野味的酱汁就是这么简单做完 这边的鸡腿都腌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鸡皮里放半茶匙的盐上去 让鸡皮都可以有少少底味 然后就可以泡一层薄薄的生粉上去 鸡皮的肉汁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锁起来 同样的原理 鸡肉都要泡一点的生粉上去 搞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煎炒里放适量的油 当油烧热之后 我们就可以转中小火 将鸡腿落锅煎香 同样 鸡腿落锅之后 我们都不要动它 除了可以锁住鸡腿的肉汁之外 同时间也可以慢慢煎鸡肉出来 当煎了大约2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反一反它 将鸡肉都煎封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在刚才的叶料里面 我是没有放过任何糖进去 如果鸡肉有糖的成分的话 块鸡腿在煎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焦 鸡肉甜味的来源 就可以在野味醬里补充 过了2分钟之后 当闻到鸡肉的香味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鸡腿反一反转 再重复将鸡皮煎多1分钟 过了1分钟之后 鸡皮都煎得很漂亮 我们又再反一反它 将鸡肉再进一步煎到熟透 厚的鸡扒煎了7分钟之后 基本上已经熟透了 我们就将鸡肉拿上来煎一煎油 因为更热的鸡腿是比较难切得整齐 所以我们就等它放冷才把它切成4件 最后我们就可以将刚才做好的汁回锅 然后就用大火将它煮热 因为汁有糖的成分 所以在煮汁的时候 就要时不时搅拌它 让它就不要那么容易黏底 当汁滚起之后 就可以将切好的鸡腿回黄 然后就可以炒到鸡腿上汁 当汁收入鸡腿的时候 就可以放适量的金笔换进去 再炒出金笔换的香味之后 这个鸡腿就可以炒出了 烟味可以说色香味俱全 而是未涨爆鸡腿就大功告成 虽然今次的汁是有咖喱粉在里面 但其实做出来就一点都不辣 而整个鸡的味道做出来都是甜甜酸酸的 那夏天用它来做菜就会特别开胃 可以说大人小孩都对 这次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 给我麻烦哥 订阅我的朋友记得大力点 按住个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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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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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